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EN ASIA TV 我是Musing the Sky 婷婷 那很高兴啊 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啦 那马上就是12月份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计划的呢 那今天啊 话不多说 婷带来的这个 小零食呢 其实啊 工作人员刚跟我讲说 他们也不太知道 这个零食到底是什么时候 开始在韩国卖的 但是好像是已经很久了 我今天就来吃吃看 每次开包装都特别辛苦 因为打不开 原来 啊 它长得这个样子 就是 它有一点像那个 好像中国也会有这种 就是很以前的饼干 然后它好像是有那种蜂蜜味 我们来吃吃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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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香 然后 它上面有一点点那种 这样的 然后就会有一种 花生的香气 然后又有那种 蜂蜜甜甜的味道 嗯 好吃耶 好啦那吃完今天的那个小零食呢 这个礼拜韩国啊 也是非常多的歌手即将要回归 或者是出道了 那跟着天一起来看看吧 那英文怪物的安提呢 即将在12月4号 发布自己的新单曲雪 那这一次的新歌呢 也是啊 它从一年前就开始准备的歌曲 公司也表示啊 这是它出道6年以来 第一次发布的冬季新雪 所以请粉丝们都要多多期待哦 那2PM的成员 Dream K呢 即将在27日啊 发布自己的新专辑 这一次它的新专辑 名字叫我的二十代 那主打歌搬家的日子呢 也是表现出啊 恋人分离的心情 以及啊 对自己以前的日子的想念之情 那这一次的歌曲呢 也是表现出了非常非常多 二十代年轻人的想法 希望我们的粉丝们 都要多多收听哦 好啦 那今天的节目呢 差不多就到这边 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那12月啦 天音最期待的圣诞节 马上就要到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12月呢 过一个开心的圣诞节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过哦 那这里是天阿夏TV 我是天音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